大家好久不見 可以看到大家非常開心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車 我們也開始要試車報導了 但是疫情期間 讓我想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 我覺得健康平安 還有友誼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要利用試車之實 要來幫助朋友 今天特別出動了還是brand new 有沒有看到 21.5年是非常帥的KUGA 而且這台是250ST Line AX 那我要找一個需要我幫忙的帥朋友 我今天約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山明水秀 我要找一個最近的埋頭很辛苦 在為我們報導歐運的體育主播 好厲害 你好 大家好 有沒有黑眼圈變多了 真的最近 都要忙得很晚 所以我今天要帶你出來桑著 幫你完成你的心願 我的心願就是 要看到奧運金牌 我們這次已經拿到了 YA 最好一次的成績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很帥的車 帶你一起來試 因為你自己本身是休旅車車主 而且你看火紅色的KUGA 你覺得KUGA給你的第一印象如何 它就是一台說很強的車 配備很滿 然後剛性很好 給人家很安全性的一台車 所以今天 終於是可以見到它最新型的一個車型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看到你會想到奧運隔岩 一個重點就是要更快更高更強 好像跟我們追求車子的方向也一致 對 我要今天讓李鴻斌來檢視一下KUGA 有沒有達成這個奧運隔岩 霧黑蜂巢式的水象護照 它也有一些運動化的套件 跟之前看到KUGA好像不一樣 霧黑的馬丁頭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鏡頭這裡 有一點點的水 前鏡頭這裡有這個 它會清潔就對了 對 有清潔的功能 然後稍微往旁邊看 我是外貌協會的 你看紅色的卡鉗 有沒有覺得它穿得很厲害的鞋 那個真的自己車子也很想弄 真的很多朋友去心靈馬力做提升 真的 但我跟你講這都不用心靈馬力 這是原廠給的 輪胎也給你 原廠直接給馬胎的運動胎 上一代的話這個PC6 原本是說經銷商選配 那現在變成是 標配就給你運動胎規格 你有偷偷在FollowKUGA 休旅車都在我的那個射程範圍內 那就是喜歡休旅車的車主 那車側線條你自己的感覺咧 車側除了說它的肌肉線條之外 我覺得因為現在很多休旅車 就會有那個防刮材質 說是要走這個越野風 當然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它就沒有採取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話 那一般來說就是質感上面 是比較更好一些 很多人都說它車頭有那個MACAN的感覺 見仁見智 因為至少它真的是蠻運動感的 我要幫你達成心願 我今天還特別準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感應式的腳踢位了 歡迎來到我的行動雷髮廳 專業的格西耶 我說這個到時候頭髮這樣子不敢出去 自己隔離起來 幹嘛哄到啦 上面已經不太多了 不要去弄到上面 今天是幫助朋友完成心願 不是帶給朋友惡夢的 你放心 來 轉一圈 鏡子咧 先讓鏡頭 有沒有剪了一個洞出來 你放心 很帥很帥 我還刻意不動你瀏海 你說前面頭髮比較少 我不去動它 它這個翹起來 我都沒有去動它 我也沒去 我剛本來想把這個剪掉 這樣就會不會翹 可是想說尊重一下客人的意願 所以就沒有給你處理 帥吧 我們現在帶變帥裡 洪斌來試一下 我們變帥的庫保 好 上車了 我現在手機直接放這裡 讓你羨慕一下 無線充電 QR無線充電 奇怪 為什麼我的腦子一直覺得 這以後都給我標配就對了 現在一年要給我生就對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倒車要爆炸對不對 來來來 為你親自的示範一下 登 哇 360度環景 我們這個畫質 好像800匹 跟你說畫質 到外面的720匹 不一樣 這台車本來庫卡以前 全車系都沒有這個配備的 然後現在全部好像是 除了最入門的一個要 售定型的之外 都是有這個配備 對 因為其實這次售價 我覺得訂的也還蠻有競爭力 因為它從入門到頂規 98.9萬到121.9萬 還有一個呢 時尚版你可以是下訂單來生產的 96.9萬的 等於說整個集聚從96.9萬一路拉到121.9萬的選項 蠻多的五個選項 那當然我們今天是試頂規 而且它不是只是給你一張這個圖 我可以這樣按一下 你要看前面 你要看哪個角落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你還可以分 然後切成三塊 就女性的我們的同學 他們在找這個中型修旅車的時候 真的就是要找能夠用最低的價格 然後買到有標配360度環景 因為覺得中型SUV很重要 對可以體驗看看 好的 而且它有這種虛線 其實對很多可能開車時間沒有很長的人而言 它就很實用 虛線的部分它還有給你綠黃紅 而且它車子兩側還有這個黃色的虛線 對 很多人開車就是不知道怎麼判位 它那個線出來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當然也不要太依賴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方便的 保護說像尤其是你後照鏡 因為我這個有慘痛的經驗 如果你是從外場裝的話 那個你就要自己去復原了 你的車體顯示不包括 沒有標配的東西在內 所以我覺得它有標配這一個很實用的項目 如果真的有車子碰撞的話 標配進來就是攸關我們直接荷包的權益 前面那裡有一點點石頭 你這樣過去看看 不管說車內完全沒聲音 但是你會很清楚的感覺 它的那個寧靜度是舒服的 如果你想像後座開長途 然後有朋友在睡覺 它會是舒服的 不會是咕嚕咕嚕咕嚕那種 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平常媒體常常試KUGA 所以我想了很久 覺得你很適合 因為你自己常常在看修旅車 那KUGA它的操控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奧運的隔岩 Fester我這一台就是250 沒有什麼好囉嗦 你要花多少錢買到250匹 然後再來就是它能夠HIRE 修旅車長得比較高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它Stronger 剛性也好 左右有人在加速了欸 250匹馬力當然是要渦輪的感覺有出來 好這個彎稍微多一點 它是這樣左右的彎 我們再感受一下第二個彎 會覺得它是一個笨重的中型修旅嗎 完全不會呢 可是以前大家也會說啊 重心高的車容易翻車啊 但現在的話就是因為 車體剛性的一個提升的話 讓喜歡修旅車這種高視野的這個朋友們 在足夠的安全性之下去享受你喜歡開車的一個角度 對 我今天之所以找你來這裡就是因為我第一次試KUGA 我也是嚇一跳 像驚啊你知道嗎 在山路裡面這樣左右一直彎 然後你就覺得怎麼會這麼輕巧 那我想說是不是我有什麼誤會了 所以我再找你 找來體驗一下 所以你也是這麼覺得嘛對不對 對而且輕巧的部分的話 最主要是它這一次在前面的這個下肢壁的部分 其實還採用了輕量化是換了鋁合金 你脫座功課 這台車有在你的雷達裡面你掃描過對不對 前一通往一直在比 就怕別的車子又把我的車子幹掉了 你這個彎那麼大 是 但是它絲毫不費力的 就是要控制一下 因為我自己不是開渦輪車 對像剛剛如果在彎內還需要加一些油的話 要去掌握一下它這一個力道出來的深度 如果這個東西適應了之後 它給你的這樣子的力量跟車體的剛性 給你的安全感 我覺得蠻多的車主其實是喜歡這台車子的原因 然後 而且我沒有很明顯的側邊這樣子甩來甩去我沒有 我們很重視在這個腰的地方 那它這個腰的地方有故意做這個脊皮 我覺得做的時候是有被有靠到它的 剛剛說的脊皮的部分會讓我想到說 除了它的剛性幫我們撐住之外 擠皮它給你的摩擦力 我是會比原本這一些皮質的還要更好 所以你不會滑來滑去 對對對 所以你剛剛說我用力撐住 其實我基本上不用力也不太會被甩到那 因為真的沒錯它就是有抓住的感覺 是 ST-Line的這個X的車型裡面 都是有很多紅色的一個縫線 給人家一種熱血的感覺 很多人喜歡的這個Carbon的這個碳纖維式板 前方跟車側這邊都有 你現在一塊有B&O 對前面就看得到有 而且我那時候開啊我喜歡它的抬頭顯示器 我覺得我至少很專心的開車看路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一些資訊 視線可以一直維持在正前方 然後它的抬頭顯示器裡面除了車速之外 還有會顯示喔 用它的鏡頭抓到這個路段上面 車子的速限 當然還有跟它其他的主案配備來做配套 我剛剛很有信心的就是我也不會怕 就是你稍微加一點點油門 它那個聲音出來我覺得很悅耳 然後我很清楚是加一點點油門而已 對不對 你沒有纏很深耶 對 我第一次開就想說 這是很歐系車的那種感覺 就聽得到我們喜歡這樣子的一個 有力的這個聲音 然後外面幾乎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音 唉唷 所以有沒有更強壯 有這種感覺嗎 現在到底是不是夏天 我們這些禪都跑來去了 紅斌很愛做一些細節的比較 可是剛剛這樣開下來你看120萬 這一個價位帶裡面這個集聚裡面 你要找到你看要有這種大螢幕的有嗎 我覺得中間這一塊除了這塊之外 最主要是駕駛座前面這一個全彩的虛擬的螢幕的話 我覺得這在統計內幾乎是沒有的 在這個國產的設置 你比那麼多台 對然後剛剛開關機的時候 我熄火跟發動的一開始給我的這個迎接的畫面 就是一個很美的風景的這個山峰的照片 對然後你就覺得告訴你說 我就是有這個配備非常非常的洗劍 對啦120萬豪華性能跑旅 你還可以找到誰送你去上班 接下來再去找我其他朋友 好的 走吧 蘭尼克的夢想很簡單 開了一台充滿性能的帥車 載著一個超級辣美 我夢了 我專心開車 等一下 我今天直接就是頂規庫蓋 而且21.5年式的 我先講 因為正前方8吋LCD全彩懸浮的螢幕 看了開心 你正前方的儀表板12.3吋 還有這個超級大片的天窗 全部打開來 而且還有10項電動座椅 所以你到時候如果真的交到女朋友 跟她說我這台車為你買的 10項電動調整的方向 她會覺得備受禮遇有沒有 OK 能夠理解 加油加油 得金牌交女友 好啦開玩笑的 KUGA是我們的老朋友 可是我們真的遇到這一台21.5年式之後 我們真的有點嚇一跳 因為其實已經配備給的很滿了 就她還能夠擠東西給你 當初說有21.5年式出來的時候 該有的都有 然後我們沒想到的她也有 是有感的在進化 本來就已經很超值 就是我們在試了這個HD-Line 感覺又更超值了 有這頂規的啊 對因為包含她的這個隔音的部分 MVH這個也是非常有感 旗艦椅上MVH 這台升級耶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一開下去 覺得過去的KUGA 就是因為她動力很強 所以說她是一個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 但是就是因為動力太強了 反而就覺得舒適性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是也不能那麼貪心 結果反而原廠沒有更貪心 然後你覺得我隔音可能還給我加長空間 給你隔音的加強 這個期間以上的MVH 測試的寧靜度都升級了 所以開起來感覺 變成舒適性大幅的提升 但是她本來動力都還有 這個標準等於往上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但是她畢竟還是一輛國產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 真的是非常的有感 很有CP值 而且跟輪胎有一點 對因為輪胎也是跟輪胎廠專門的合作 所以說她在頂級的車型上面 配了Kantinelo輪胎之後 輪胎滾動噪音的那個 臨近度是非常有感 你又要動力 又要性能操控 你輪胎又要有抓地力 又要隔音性 就是說輪胎滾動噪音又不能太高 你要取中間值 這真的還蠻困難的 但是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 車型上面我覺得 這個拿點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這是非常有感 不只是車子的寧靜度增強 她的輪胎也對這個有加分 然後記不記得之前 新CUGA出來的時候 她把整個車子都拆開來給我們看 通通鋼性車體 然後什麼麻田 麻田車體剛出出一個型態 代表她是高高性鋼材 然後再加上她的A柱 也是用新的這種 3D滾動式的這種工法 所以說她的鋼材的這個結構 跟製車的方式 成本相對的就會比較高一點 整輛車的鋼性就提升了很多 而且這次也有加好料 她的那個前旋 也做了下控制筆 也做了調整變成鋁合金 對 她這次前旋的部分 有一個鋁合金的選項 舊的車主 你也有機會可以選 就是把那個本來鋸鐵換成鋁合金 當然你這個黃夏中量少一公斤 就算一公斤 所以說她整個換成鋁合金 剛才了之後 她主要就是輕量化 無形的你可能開起來沒感覺 但實際上她就能夠幫你減少一些 車輛的一個負擇 就是其實之前的庫蓋 已經很面面俱道了 然後也賣得很好 但是她就硬要再給你加強強化強化 因為他們該有大家要的東西 4COP還有360 盲點全部都有了 然後她現在還有這個360環境 也通通都有了 頂多有差的 就是所謂的豪華配備 就是你要不要天窗 Android Auto 或是 Apple CarPlay 這些有些高級的配備 或是HUT 有些可不習慣 你也可以不要換 甚至你不要那麼大的動力 你可能180就很夠 說實在180匹動力很夠 給你看就嚇嚇叫 扣掉這幾個 因為她還有一個就是180時尚版 那個真的是100開下去 甚至你就說給點面子 覺得就有點酒爽就好 是有機會 你就百萬買到你該有的東西 通通都有 那也是一個選項 E-Shifter 然後選牛式的 然後Auto後 都很到位 然後停車的一些補助 然後都是電子化 都是變高級化 它的COPALA360 本來一直以來就是 大家津津都很大 我覺得給的大方 對 那像我們剛剛一路來 開隧道 開比較高速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跟車 還有坐動 你看方向盤旁邊 你就可以設定 其實真的很方便 它所有鍵面都 設定在你的方向盤上面 而且它有圖像化 那你圖像化的時候 你幫他你要這個 調整你的定速 然後車跟車 然後車到便宜 車到便宜 車到便宜警示 這些東西都可以很快速的 就幾個按鈕就按出來 然後你可以從你的儀表上面 就可以看到 這個功能有沒有正確的開啟 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一個配備 現在就會發現 你又設定速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在這個 70公里的路段 然後像我們現在是70公里 那我們接下來下去的時候 變成60公里 那它現在新的東西 變成說它可以偵測這個路標 你看現在70變60的時候 它這邊顯示 就會變70或60 那當你在用這個定速 IACC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從70變到60 那如果你不是在用這個 所謂的IACC 就是自動跟車這種定速的話 你只開LIN 這個速度限制的時候 就是你開在市區 你怕超速 我設定50 那你就是開50 然後你油門就是踩著 但它過了到50之後 它自動會幫你斷油 你油門不動的話 它就不會便宜動 然後你就只知道你持續維持在50 是喔 那如果這個地方變60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往上加到60 然後這個地方你可以更加到60 它自己幫你加 它就自動幫你加到60 那如果再來 有遇到這個路段變速限50公里 它就會幫你降回來 50公里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超速 如果你初心你要加油門 它也幫你hold一下 它會hold一下 對 除非你要解除你 油門擋個咖哩一點才會解除掉 好聰明喔 我覺得它LV2已經發展得蠻好的 這個就是有很多的整合性 而且他們在發展軟體系統的時候 他們都想到各種可能 那他們都是設定好在那邊 那剩下就是看你駕駛者 你要用到哪些功能 那你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那你就開啟哪些功能 而且它還有一個道路邊緣偵測 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這個的話事實上是歐洲會比較常見 因為歐洲的山路上面的 它有些山路的路邊是沒有標線的 過去的話它是藉由在台灣的話 它比較多標線 所以它藉由標線就可以了 那它現在多了這套系統的話 是萬一啦 然後你在這個路間行駛的時候 你有一些告訴公眾 是路間可以行駛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啟這套系統 但是它這套系統有個限制 就是你要在時速65公里以上 它才會開始做動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說它有 但是你說在台灣實際上用到的機會 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有就是有多的安全 它只是要你一個選項 因為我真的是放眼這個各個級距的車 你看到120萬內 然後這一種它很多東西 這些幾乎都像是豪華車 才會有人配備 也就是你要一個帥氣的跑旅 它真的跑起來250匹 你也沒這麼好挑的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不好選到 那算有競爭力對不對 這相當有競爭力 因為比這個所謂的規格配備的時候 該有的通通都有 人家沒有的它也有 可以非常得意 你再加上它的這個動力 然後再回來看到最原始最重要的價錢 你就會覺得 一切都很划算超值 所以你現在就只缺一個漂亮的辣妹 然後我的心願我還沒講 我心願就是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所以今天才讓你來帶我跟我一起體驗這麼安全的車 好啦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就趕快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鈴鐺用力點打下去 然後希望大家也都平平安安的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遊車合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